汽油能够不依赖石油原油完全人造了? 成本一升还不到三块钱 燃油车终于等到了续命的法宝 这里是知识TNT 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来自中科院 2022年3月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宣布 成功用二氧化碳和氢气合成了人工汽油 未来有望实现批量生产 据估计 这种人造汽油的成本每吨仅要4300元左右 人造汽油其实和传统意义上的汽油是有差距的 是一种二氧化碳和氢气合成的液态氢燃料 新丸子和95号汽油相似 可以替代汽油作为驱动燃油车的动力来源 人造汽油的生产使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二氧化碳循环 所以不会增加碳排放 是标准的清洁能源 此消息一出让许多燃油车主欣喜若狂 毕竟大家都知道 在多方因素影响下 油价一天比一天贵 近两年燃油价格都在9元一升左右浮动 无数车主陷入买车容易养车难的尴尬局面 如果这种人造汽油能够普及 岂不是再也不用担心油价问题 这种人造汽油的问世 对燃油车市场的持续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今年2月份 欧盟正式通过立法 自2035年开始 全欧洲禁售燃油车 这波让不少爱车人士痛心疾首 直呼传统内燃机时代已成为过去 但是这个决策必然损害多方利益 其中代表当属德国 作为现代汽车工业发祥地 其汽车生产业有多发达 但凡对车稍微有点了解的应该都知道 于是在德国距离力争和燃油替代能源的不断研发之下 最终争取到了2035年之后 使用人造汽油的燃油车可以继续上路行驶 相当于给燃油车续上了半条命 至于为什么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 人造汽油目前无法大规模普及使用 其实早在2011年 英国科学家就动了人造汽油的心思 并宣称三年内就可以量产普及 每升成本不超过2.8元人民币 当时他们制造的人造汽油 是一种液态氢化物燃料 燃烧后主要生成水 基本不生成二氧化碳 是相当理想的清洁能源 但是这个大饼英国科学家只管化不管烙 毕竟也都知道 氢的安全稳定性极差 一言不合就爆炸 所以这种液态氢化物燃料的储存和运输就成了大问题 根本无法做到全世界推广使用 2022年 我国中科院科研人员研发出了二氧化碳和氢气混合制取的人造汽油 尽管这种新型人造汽油不存在运输和储存的困难 但仍然无法推广使用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解决氢气的问题 说到制氢 很多人应该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电解水制氢 目前工业上制取氢气主要运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但是水要从哪来呢 总不能陷入这样一个循环怪圈 为了节约化石燃料 转而去消耗同样珍贵的淡水资源 于是 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海水 海水占地球全部水资源的96.5% 制氢过程中又可以产生高纯度的淡水 可以同时解决制氢和净化海水的双重问题 但是与淡水不同 海水的成分十分复杂 涉及到92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和元素 这其中包括大量的离子 微生物和颗粒等杂质 这些杂质给海水电解产氢带来一系列挑战 如负反应竞争 催化剂失活和隔膜堵塞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海水制氢发展出了两条技术路线 第一种是直接利用电解或光解海水进行制氢 第二种是间接制氢 需要先对海水进行拖延和除杂处理 转化为高纯度的淡水 然后再进行制氢 长达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科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国际知名机构 一直在探索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的技术 这项技术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吸氢负反应 盖煤沉淀和催化剂失活等难题 以实现高效稳定的规模化生产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突破性的理论和原理 能够完全避免海水中复杂阻分对电解制氢的影响 直到2022年底 谢和平院士科研团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通过将物理力学和电化学反应箱结合 建立了相变迁移驱动的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理论模型 基于这个理论 我国出现了不少海水制氢示范项目 但仍是小规模试点 且大多处于在舰或拟舰阶段 因为在海洋上布置大规模制氢装置 不管是浮动式还是固定式 都必须克服海浪巨大的冲击力问题 尽管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氢气的问题是有望解决了 接下来的难题是电解水的电 我国目前主要的发电方式 也还是以化石能源为燃料的火力发电 还是回到刚刚的循环问题 总不可能为了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生产的汽油 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发电吧 那么就只有依靠风能或者太阳能发电 但是目前来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能源转化率还是太低 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世界上的太阳能和风能利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能否满足人造汽油制造过程中需要的电能 有人做过统计 如果完全按照现在清洁能源发电去制造人造汽油 哪怕再过七八年 德国人造汽油的使用率也仅占所有汽油的2%左右 整个欧洲就更少的可怜 欧盟预计到2030年达到0.7% 2035年提升到5% 只能说对整个燃油车行业的作用是聊胜于无 同时 人造汽油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油耗其实并不低 与其将电用来制造人造汽油 不如直接用在新能源电车上 欧洲运输环境联合会就曾发表过论文证实这一点 发动机的热效率到达42%已经是很高了 人造汽油的电能利用率只有16% 但是如果直接给新能源电车充电 电能的利用率将达到77% 打个比方 100度电真正作为驱动汽车动力的只有不到7度 剩下的全部在多次能源转化中损耗了 而将这100度电全部充给新能源电车有77度电 都被好好利用了 只损耗了23度电 所以在没有更高效低成本的电力来源之前 大规模制取人造汽油其实并不划算 如果我们忽略生产原材料来源问题 假设人造汽油能够批量化生产 是不是就能解决地球的能源危机呢 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 哪怕人造汽油批量化生产 能不能被广泛使用 简单来说就是 现有的汽车动力结构 还有加油站装置等等 能不能满足人造汽油的使用条件 答案是 不仅能 而且可能比汽油更适合 这种人造合成的汽油 使用起来非常简便 只需要像加入普通汽油一样倒入油箱 引擎就能正常运转 而且由于这种人造汽油的成分更加纯净 不含颗粒等杂质 液体的浓稠度也不高 就不容易对汽车构建造成磨损 从而延长车辆引擎和燃料系统的使用寿命 还有就是能源转化率的问题 就像去买菜 第一堆菜10块有10斤 其中只有1斤能吃 而第二堆菜10斤要20块 但是这10斤都能吃 自然不会有人选择第一堆菜 汽车动力能源也是一样的道理 人造汽油就算便宜 能源转化率至少也要与汽油持平才行 经过检测 人造汽油没让人失望 其能源转化率高达95% 哪怕跟以低能耗著称的新能源电车相比 那也是妥妥的王者 从这两点来看 人造汽油具备推广普及的实力 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生产上 不过我们永远要相信 需求是促进生产的最大动力 可以确定的是 人工汽油会将燃油车的发展 推动到一个新的阶段 它能减少我们对原油的依赖 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虽然目前还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随着科技进步和政策支持的不断加强 我相信人造汽油技术将来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知识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